上周,郑秀文对安心偷吃事件做出正面回应,他说人神无惑,愿意给许志安一次机会,就当这次是给夫妻二人上了一堂课。 回应一出,不少圈内好友都被Semi打气,但很多网友无法理解,这么轻易就放过了许志安,偷吃代价也太小了吧,郑秀文也太没尊严了吧,因为大家更希望看到的,其实是郑秀文赶紧离婚。 所以,有好事者也讽刺郑秀文,赶紧发个声明,原谅黄秀文既然这是夫妻共同的客气,那黄小姐就是恩师了,一世为师,终身为母,要感恩善待才对。 在很多人看来,47岁的郑秀文是香港影视歌三七天后,52岁的许志安事业早已不温不火,论人气论地位,他都远远不如郑秀文,这样一个渣男,为何郑秀文会选择原谅呢? 甚至有网友地图炮上身,是不是香港女星地位比较低?因为很多香港女明星每当遇上老子,公报出花边新闻,回应几乎都是千篇疑虑,当然选择原谅他。 袁勇宜早前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而就说,苏果招之列出轨,他会尽可能留住他。 留住老公,似乎成了女星月病俗成的习惯。 2000年,吴启丽就怀孕逼成龙专旗,离婚时,林凤娇对成龙说,一先解决你的事情,不要管我们。 2008年,一阵车内雨了内击吻五分钟,周慧敏说,我的伴侣绝对犯得起这个错误,而这句说话,一直我一人有资格去定论。 巧的是,1988年郑秀文参加新秀歌唱大赛,当时的主持人之一就有周慧敏,没想到,后来二人婚结遭被判逼方式也这么相似。 郑秀文参加新秀歌唱大赛,但他阻击广东潮州,或多或少会受到了当地家族一些传统思维的影响。 中国自古也重男轻女,正是这种糟粕的文化风气,助长了诸多男性的,偷须不抹嘴。 不过,说香港地区女性地位低太片面了 内地娱乐圈,男性同时新闻发生后,女性也学会基本选择的是原谅女容忍 来看看她们说过的京剧吧 同理呀,只要她回家就好 信心方谈林丹出轨,这是一种成长,原谅这个知错就改的男人 吴秀波妻子和郑娅,报警还为的是一个家庭正常生活的权利 满衣力,恋爱随意,婚依不易,且行且珍惜 奶茶妹妹张泽天,只要一家人在一起,便是圆满 董璇,生活让我哭的时候,我选择笑 徐帆,我们家是难道,不吃亏 一个人的原谅可以说是软弱 但如果众多女星都选择原谅,就绝对不是巧合,而是人性 拿郑秀文来说,她从小的偶像就是许志安 能嫁给自己的爱道,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而且,对郑秀文来说,许志安才是她真正的爱人 也只有许志安,能够带给她想要的幸福 即便被最亲的人欺骗,致使婚姻出现裂痕 不再完好无损,她也会为了自己 原谅对方,成全家庭,好好维系婚姻 毕竟,日子是郑秀文和许志安获的,不是网友和郑秀文获的呀 所以,好试着也别逼逼了 你心里上啊,你能给她带来幸福吗? 就像无意甘心歌唱的那样,何必针锋相对 你看这碗又大又缺